~~~ 大家好 وي original 杰晶 ABC 錄音的時間是星期四、 下午6月6日 午餐是10+. England 他嗎?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旁邊的鈴鐺 記得記得全部人會喜歡這麼多的影片 正深為有港理台 沒有窮人 上次探討了很多東西 包括了櫻花那邊 亂來做事 還有中美鬥爭之下 有很多國家首先頂不住要先減息 包括了奸難大 還有歐洲也頂不住 還有我們還看到 這個CBX有機會 代替這些生果 還有AI的NVIDIA 成為下一個寵意 沒錯 就是SpaceX 我們剛剛檢查過 STARSHIP第四次發射 終於都成功了 上一次發射 在空中 於是上到天空 爆破之下 就拿回紮沙 就說 我們成功發射了 不過高空爆炸 是的 不過這個失敗是成功的 老美 老母親 就是這樣 繼而這次成功了 降回到墨西哥灣 都算了 完成了一轉 正所以日怨夜怨 不如走多兩轉 這個非常勵志的故事 走多兩轉 爆多兩陣 好了 所以成功了 已經STARSHIP第四轉的測試了 沙特降7月消往亞洲油價 這個可能 油價跌幾元的原因 咦 這麼快7月 先減定價 咦 好像是否有些secret deal 因為非OPEC產油國 供應增長強引 可能是老美 博世老美 博世老美 14000元一天 是吧 你也知道 歐兜 都減息 都慢慢的 所以 老美牙血都出了 加上拉慢經濟 似乎 可能是這樣 油價下 就調了下來 目標的水平 嗯 沒錯 沒錯 這次 這樣做法 有機會 通脹也降低 創造減息空間 不知道會不會 這個很明顯是有的 就是這樣 但是呢 銷往西北歐 和地中海的 就加一元 去亞洲 即是 歐洲一洞 就回顧亞洲 回顧亞洲 回顧我們中央 真的 沙特和我們中央 都算朋友了 西人 你繼續西人 幫耳朵 就是這樣的情況 OPEC 當然要維持減產 因為這個油價都下跌了 這樣的情形 老美 更衝線 他減息的台階 準備好了 沙特亞美 就配售股份 那這個呢 什麼原因呢 這個有可能呢 是 可能這個油價到這個水平 沙特的皇室的收入 應該要補補 可能你都想高位出負了 是的 這個時候沽 他都沒辦法了 這個七十幾元 應該給他一開頭遇 就會低了一點 是的 因為呢 其中一個 最大的買家 我們中央 那個新能源的成就 已經很明顯了 甚至乎呢 一帶一路行的時候 中央也都會大量輸出 新能源的汽車 以至太陽能板 那樣 所以呢 就 現在想著怎樣高位出負 都是很合適的事情 尤其是你 譬如原油這樣就算了 原油很大程度上 那個 demand 都是來自汽車 那你新能源的汽車 賣得這麼好的 那真的要想想路了 還有最後一個 配合 地溝油也可以 做得到 飛機油 實驗成功了 對了 對了 跟著你也知道 這個高科技 有些賭博 要速度 是不是這樣說 還有這個 又要運氣 看看能不能開發到 好東西 這個呢 一路的 嘗試過程之中 一路燒銀子 燒光就走老了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個科技企業 也是這樣 出不了兩個月 好了 那台積電的客人 就要求他 你可不可以搬離開台灣 為什麼呢 很明顯就是怕 收到封了 老美會搞中央 老美搞中央 就是逼中央 動彎彎 是啊 這樣 就希望 發生戰爭 失人上 是啊 是啊 但是 其實台積電 九成的產能 都是彎彎的 80至90% 都是台灣的 所以那些廠 搬不到 搬了 就不是這些價錢 是不是這樣說 沒錯 沒錯 都未必請到人 不單止價錢問題 也沒有這樣的產能 是啊 就算你將來想到 怎麼做兩奈米 都是台灣的廠 先做的 其他人都 受不齊腳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這是發達之勞 其實也是另一個故事 就是說 如果你很羨慕別人 發達 你研究一下 別人的起點 其實是不同的 我只是想說這件事 就是 正所謂 有一句金句 就是你的天花板 就是別人的地板 是啊 對了 這個呢 譬如舉個例子 這個王仁 婚就不是普通出身的 他媽媽呢 就是羅秀才 而另外呢 超微 超微應該是AMD 沒錯 他的執行長呢 他的蘇之鋒 那個阿公 那個阿公 又叫羅柏林 他媽媽呢 和AMD 那個阿公 那個執行長 就是CEO 那個阿公 是同姓的 兩個都是羅氏家族 那就是 那個阿公是老大哥 他媽媽就是小妹 那姓羅有什麼特別呢 那姓羅的特別地方呢 就是這個 那個阿公 第一 一起長大 第二 就是 台南邦 是做事 哦 是吧 整個關係清楚了 應該是 他們去了老美之後 找到一些賺錢的門路 賺錢的門路 就回去 用家族的勢力 要政府配合他 給他一些優惠 水啊 電眼那些 挖地給他 這樣做過大生意 就是有些人物才可以做的 你不是說 你自己靈性靈性靈性 是什麼 有創意 整個都跟你說的 全部事情都有原因 沒錯沒錯 這個世界呢 是要派片的 才會順利的 就是呢 好像 始終有一些 幫手會好些的 例如 比如阿賓史雄 那原來 賓史雄 你知道遠祖去做什麼的嗎 不知道啊 鹽商來的 四大鹽商啊 太公還是慈禧太后的眾神來的 哦 回來了 回來了 對了 那你這個現象 這個羅兵涵 由於做過假 在永恆這麼大的時候 所以有些人 沒事沒幹 就不用羅兵涵了 因為 會不會說 人家懷疑我做債的 逼他這樣 你要留意 這個現象 跟很多年前 英龍 N王做債 而AA發現不到 而導致AA解體是一樣的 什麼AA發現不到 AA很清楚 一看到要查的時候 就馬上知道 這些文件要銷售的 是啊 就是這樣 你誠信有問題 官媒就說 審計機構 你看一下 那麼大間都死定了 這個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我們 覺得有可能 這個羅兵涵 會被人追回這個 責任 有機會 沒錯 江湖傳說 我們上一集都已經報導過 那就是 這個羅兵涵 有機會 就被追討 十億 甚至乎更加多 的一個罰款 只要這十億 都已經四十幾億 衰了 是啊 因為十億 就是罰款 而另外 就是有些銀行 投資人 信了他的報告 寄了錢 給人民幣這麼大的 那些有可能搞他 真的 尤其是那些投資人 其實就可以大大聲地說 你做數 給了一個正確的評論 誰知道原來是留的 啊 那你這次呢 就弄些這樣的 或者是unqualified 這樣的 的一個評論 誰知道原來是留的 這些就一定要動你了 是啊 這個要留意 李稻葵 就是人民銀行 原貨幣政策委員會 委員會 現在不是啦 他有優勒還是什麼 那兩個問題 就是房地產 以及地方債提高 那怎麼解決呢 某程度上 他都代表了這個 官方裡面討論過 那些解決方法 你們可以預料 有機會這樣走的 第一 我們都說過了 地方政府就買了一些 那些 就是這個 這樣 我不知道他們的考慮是什麼 地方政府買回一些空置的房子 做人財房 讓那些什麼 飄 外地來的人財 去到那個城市到住 可以先租住 即是不飄也好 什麼深飄也好 上海飄也好 那麼去到 落戶的時候 就不用怕住屋的問題先了 但是這樣啊 但是這個 你要明白兩個問題 這個 這個問題呢 就是如果你給那些人財 那些年租政府屋 那誰租屋呢 那些人財應該收入 對不對 所以 這裏都 邏輯上 應該是 港英時期的政策 比較合理 上星期這樣說 是給一些 基層一些的 員工 他沒有什麼移隔能力 保障他的生活 因為這些低層的民眾 對社會順暢的運作 非常之有 貢獻 其實 或者對於商家利潤 非常有貢獻 增加社會穩定 還有呢 給一些機會 那些家庭 他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可能他們的子女會好些 對嗎 但我想呢 可能呢 譬如說 內房的房子 可能比較好些 給一些 出得起錢的 那些 如果便宜一點 保障房子 都可以的 是的 可能 不要弄那麼漂亮 分了不同的季節 去給各方面有需要的人 是的 這個要想不想 這個也是怪怪的 想完之後 會影響到租務市場 一定會的 還有呢 中央呢 是很明顯 是不喜歡租務市場 這些東西的 你看呢 去年 這個 磁博燒烤呢 一爆出來 磁博就很多人湧過去 跟著呢 就當然了 這麼多遊客湧過去的 自然 那些酒店的價格 就被拿到白欄上 但是呢 當時是出了行政指令 就是不給漲價的 所以呢 你要在內地做 Rancic Card 我不是說 是經濟上 在那裏 屈肌那些Rancic Card 你是正正經經做Rancic Card 可以的 你正正經經做吧 幫你不要坐地起價 這個我是說正經的 都是 因為有些 譬如學生 他就試一下 在這裏北京實習一下 那些人真的要房子 或者我也是讀兩年 Master 你不給我租那怎麼辦 譬如這樣 這個一定要的 其實他就優惠了這些 但是呢 你說坐地起價 靠著那個 突然間 大了的一些 Demand上 中央是不會讓你這樣做 那當然啦 這個正常的 提供租務的服務 我認為是提供服務的 就是正常的 沒錯 沒錯 那這個如果你給了人才 就是有些競爭力的那些 那這樣就不太好 就是他們自己搞得好 你上期間 就是你找些搞不定的那些 好些 可能他是想說 不用用錢去搶人 用地去搶人 變成就不用有這麼大的工資的壓力 那也是的 都是的 你這樣搶人 第二 就是地方債典解決 很簡單 我們都說過 其實 中央發債幫他們的地方 頂多他們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這麼遲 或者這麼遲遲都不搞呢 這麼簡單的事情 原因呢 就是一些地方名幻不靈 因為次序有財政收入 那就不太乖 所以就藉著這件事 削飯 應該先把所有儲備都燒掉 燒完了 等一些什麼人 互相撕咬 什麼都爆出來 把所有人都拉出來 才搞 跟內房的邏輯一樣 那這些內房的利益集團 和地方的喵喵 就必須要老美高息 才可以抓出來的鬼君 當然啦 他沒有銀用的 才可以露一條狐狸尾巴出來的 是啊 如果不然他們走出去借美金 一來都解決 他們整體都不死 沒錯 趁著老美加息 幫我們捉鬼啊 是啊 趁這個 這一招其實非常之高 我也猜不到 這麼一個系統性的招式 這個其實是燒光 那些地方政府的脂肪 或者是那些 不聽話那些人 叫他們叫救命投降 那就幫你還 還清楚之外 你輕身上路 正常地運作回到地方 政府 但是還欠中央式的 你也要乖乖地一路上繳 其實整個邏輯應該是這樣 那就收編了 是啊 中歐經濟關係互利共頸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不斷說要加我這個威脅 加我的關稅 是不是 那就是不太互利 你只是這樣對我 是不是 我以前幫你買這麼多BBA 是不是 反過來我現在賣些給你 都不行 那你覺得這條數 通不通啊 這個呢 其實有少少 有兩個看法的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在討論 突離譜 將會上來 突離譜 就不理歐洲 甚至乎會再移動歐洲 那在這種情況下 中央就看中這件事 就不如老美不Friend歐洲 我Friend歐洲 那這段時候就趁這個window period 建立關係 叫了老美的男人過來 第二件事也是關特地普事 就是歐洲都看到這件事 就知道呢 歐洲都有很多人 就不想老美的勢力在歐洲那麼大 尤其是法蘭西和德國 這兩個大國 那如果說要反老美 就不能夠平時反 一定要有些事情發生之後反的 例如老美打敗仗 在俄烏戰爭 就可能輸了 那再加上 輸了之後還要突離譜上 突離譜又不理歐洲 那既然你武力又不行 政治又不理我 那我就和其他 你老美最討厭的人 一起Friend 然後和其他一起 貫通中歐大陸世界 劈你老美一二角 是啊 就是這樣 接著呢 就怕歐洲聽不明白 中國在談 買100架新的Airbus 我們給你賺錢 你給我賺錢 那些給我賺錢 也不行 你不給我賺錢 我怎麼幫你買Airbus 誠意就是講錢 資本書 還有還有一件事 Airbus 老闆馬上說 那些貿易戰 都是老美搞起的 前兩天報道已經說了 有100架飛機 所有的錯都是美國的錯 中央做得好 是啊 就是這樣的情況 接著大馬石呢 就是 減赤工行 我的臭小子 啊 你的臭小子 是啊 我們托完市 就給他托沽 托沽 托沽 托沽了給他沽 是啊 不過這樣升得太多 就%升了 這樣說 就是這樣 就是rebalancing 日本有加密貨幣交易所 被人欺負了 不見了成 哇 3億美金的Bitcoin 頂 頂 所以你經常跟我說 什麼加密貨幣 怎樣replace 啊 這些其他貨幣啊 這樣 喂大哥 你個個 做開這行的 都被人欺負的 喂 我自己自問沒有那麼多錢 搞好這些Cyber Security 這些那麼多錢 等下保安 都衰 不要搞我 這些事情 哈哈 是啊 是啊 啊 OK 跟著呢 這個呢 又是代表了這個 你的投資的問題 這個就是澳洲下令中國投資者 出售欺賭 欺賭抗商股權 大哥 那怎麼搞啊 斷腸啊 是啊 他下令啊 你又 就是這個法治社會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可能立法 他聲明立法呢 就可以出售了 要別人出售這個股份 所以呢 法治社會呢 跟那些西人口中呢 說什麼 這個專制獨裁的政府呢 就是他們口中的專制政府呢 就是用直接的方法去拿 是啦 用行政指令去拿 至於呢 那些自稱呢 是有法治的那些呢 就去立法去拿 一個行政指令呢 就叫做獨裁 立法去拿呢 就叫做民主 不過到最後 都是拿的而已 是啦 那就是 你少少錢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很多錢 人家賺的 很大問題 那這個 另一個問題 那我們面對這件事呢 那日本那個 濟幹 我們都報導過了 訪美爭取同意購美國鋼彩 這樣 相關所有國家都同意購買 都是美國不放的 怎麼買得成啊 你日本人想買老美的那些東西 不知道啦 可能啦 那可能日本濟幹 他多些股權在老美那裡就行了 又或者這樣啦 買完之後就欽你一鑊 然後等你用低價賣出去給老美人 即是十足十年 八十年代美的時候 那些日本在老美那裡到處買東西 誰知道跟著呢 就繼續 就企業爆破 跟著就變成在低價賣給老美的人 還要算裝修 對啦 嗯 即是不是告訴他們 日本就快不行了 呃 這個 這個樣子就像啦 就是這樣啦 好啦 原來呢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AI團隊 想著一些資訊來碰 中美兩邊 今天抄襲中國大陸數據團隊 這樣就被人發現了 你看看 哎呀 還要差功課呢 你知道什麼是國籍的人嗎 什麼呢 印度那邊 對呀 他想著別人不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是 對嗎 好了 吉利汽車5月銷售升38% 我仍然繼續 就是這樣 新能原青岸年增進1.15倍 大佬 大佬 神經病 哈哈 不過我也很喜歡他 真的便宜 有多好 大佬 沒有皮靈的東西 尾指的東西 都有交易 還要漂亮到飛起 對呀 比亞迪真38% 哇 真的好像很厲害 真的 見到兩隻 還有啊 現在比亞迪 立了英倫那邊 公交車 都是他立了 變了 真的 兩個新能源汽車 厲害到飛起 還有一隻理想 小鵬 還有什麼樣子 是啊 是啊 這樣 這個 那個好鬼死 續航能力 成2000多公里 那個 都買了18多萬的價錢 這個是 簡直是 全世界 不單是新能源車 就連傳統能源車 都要爆一句 和聞完蛋了 這樣 是啊 然後這個 竟然是誰 竟然是台長 去澳洲 真的 真的 實地報道 謝謝台長 是啊 這個Mobius 走了來香港 上週訪問香港 因為這個 羅奇 香港玩完了 他怎麼說 他說 表示 驚訝 為何你們這麼悲觀呢 這個世界不是經常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樣的意思 你生活都是這樣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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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羅奇玩完了 待會A君說一說 我們鄉島怎麼反駁 對了 這個 新興市場之父 香港現在是雕吊殖民包袱 要重塑自我 因為之前那些官員 真的沒有什麼事情想 都是接受支持去做 其實積極不干預就是不行 這裡A君略略說一說 麥博斯在這裡說 鄉島還行 那樣 說一下香港怎麼行 說鄉島怎麼行 之前就要說一說 中央呢 今年 這個首季 和去年全年經濟實質增長 都超過五個巴仙 高過預期 而全世界經濟增長 的動力之中 有30%以上 都是靠中央的增長去帶動的 就是中央的經濟增長 帶動了全世界經濟增長 30%以上 當然 那個項目 包括了新能源車 工業機械人 人工智能 綠色能源等等 至於鄉島 2023年經濟增長 恢復正增長 3.3% 第一季經濟增長 2.7% 全年估計增長 2.5%到3.5% 有很多人說 鄉島金融為止 為什麼 鄉島市值 股市市值 33萬億港元 是1997年回歸前多少 10倍 10倍 哇 真是 為止得你升10倍 好了 跟著 沪廣通 那些 沪深廣通 帶來了 1.8萬億人仔 和3.1億港幣 北上南向 這樣 逐步彈上去 好了 除了股票之外 ETF 首季的日均成交 已經超過130億港幣 也比2021年增長了70% 衍生工具也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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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跟你说实际有多少钱在管 我们的香岛 资产管理规模是30.5万亿港元 也有市场报告推算香岛有27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 所以麦托斯看得很香道 是有他的道理的 耶 是啊 是啊 不過 反映不了在消费道 这个就是 你要先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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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人才处备明显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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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民族 如果你說招大陸客人可以嗎? 大陸有大陸的法令 如果大陸不准做虛擬的資產 你就走上去扭生意 就是扭打而已 所以那些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新申請就 不申請了 申請來都是想做內地客 申請來做內地就沒有用 申請來做香港客人 真是恐慌你輸死你 是啊 這是牌照的邏輯 李家超 就是 天津 方面對接的時候 就是 發揮我們資金引進功能 幫助錢引進去天津 不過問題是 我們的股票市場活躍度 和股值都不夠 這個時間就是 那就慢一點 借錢都勉強可以的 那 花旗寮內地房價 9個月內會站穩 似乎中央的政策 就認為是頂得住的意思 這個就是 這個其實 都想到可以這樣做 現在 這個就是更不可愛的 花旗的總裁 個人客戶規模 還有得增長 你知道香港的銀行 每個人都有銀行戶口 哪裏還有新客戶 原來國際個人銀行 非本地人來開戶 大增110% 大佬 嘩 真是資金池 那哪裏的人來開戶呢 是內地客 因為內地的客人 有些機會在香港 想投資內地高息些 你知道美債都高息些 哦 所以有機會都想這樣做 每個人都買股票 掛勾存款 這樣 就是高息 會不會第二天會斬他們呢 都有 上一回都警告過了 有些叫做 DQUlator 這樣的東西 要小心一點 我都看過一些 什麼叫做DQUlator 什麼叫做DQUlator 然後高鐵可以直接進入北京 我聽說月中 可以睡覺 我餓了嘛 我也想試一下 一覺睡醒就上去了 可以省一晚酒店錢 是啊 很緊要 是啊 那可以搬 因為樓市方面 這個有些 21年入的海半島 為什麼有些 有些 有些 需要留意的地方呢 那為什麼這個南區 是 好像這個防守力這麼低 原因呢 就真的因為海宜了 如果說到南線 這樣都比較方便 很快去到金鐘 金鐘一個站過去 是啊 為什麼之前 長江有樓盤 要這樣劈價才能買去 那問題就來了 黃竹坑站怎麼好都好 對不對 那都是差一兩個站 就到海宜了 那海宜都不差 有海景樓下樓下風景都挺優美的 你去走過的時候 你知道吧 那它的價錢都只不過是這樣 那你如果作為一個用家 那你就 看到這個黃竹坑的站 附近的那些物業就 優勢就不知道在哪裡 我只能這樣說 沒錯 因為其實呢 真的差一兩個站 那麼 也都是 跟我們所說 走路回辦公室十分鐘 兩個都沒有份 大家就靠同一條鐵路 差一兩個站 喂 那你那一兩個站的時間 不值那麼貴 那 是啊 如果你說投資客想拿租 那這邊的優勢會比較高 沒錯 那如果你說想住的 你買得貴樓的 那你求過身份 那你就 就是又差一點 你不要說話 你可疑半島 那裡的景色都比較漂亮 是啊 所以以前有些經紀說 這個黃竹坑就好像九龍站一樣 但是這個 我就不認為會變成這樣 沒錯 因為你如果說黃竹坑 有一棟IFC 有一棟ICC在那裡 勉強了 就好像經常說 那個地方 走路過去十分鐘內走到去 那我還說得 是啊 但是難一點 他因為又不接近交易所 又沒有金管局 對不對 然後呢 他重要的是 又沒有高鐵 又沒有這個機場快線站 所以你想想完之後 你就知道九龍站 配套多麼無敵 這個問題是 有些人十幾年前 哎呀 這些人是不是因為 西九文化區 沒有文化區 當然買那裡 你看到那些問題 你只是高鐵再加上鐵路 機鐵那裡 已經在那裡 再加上一棟ICC 是啊 一個站就到了交易所 對不對 這樣的問題 是的 那麼 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波動性 是這樣 但是這個 這個都創三年低 但是那個價錢 都應該沒有變得 離紅離辣的 這個 這個就是 如果你是作戰經驗 沒有那麼多年 就是這個傳統的 熊宅區的問題 就是 它的防守性是高很多的 但是它升起來 就未必有 譬如你可疑 你都知道這樣跌完之後 就彈得比較厲害的 這樣的情況 那你如果說赤價是差不多 你以後 下次再有機會 你那些升得太多 其實要換馬 其實 太笨獎了 是啊 不過之前就是 那些印花稅太貴了 你自住換馬 就不應該行的 這個 這個 它都說不行的 但是自住換馬 就是 如果你那些遠的區 升得厲害 要換去傳統的 鎖住那個價值 就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 維持到 鄰居都不等錢花 是啊 這個很重要 因為 大家看過樓價 最重要是有買賣 有買賣才成格 但是你旁邊那些 有水到 我自己是 Metro Money Home 在這裡的 我很多地方有投資 我等錢花 都不要賣自己住近一層樓 是啊 那些麻煩 好了 中央建議做這個 教育 中心 是不是 這個很吸力 這個六大學排名 升 這個很厲害 連康悠也升了這麼多 康悠也升到17 我查過 是啊 還沒試過這麼高 是啊 CU也升到30多 好像 哎呀 其實這個17很厲害 什麼北大清華 好像都是90、10 17是非常之高的排名 是啊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排得這麼高 是啊 我要灌點冷水下去 是啊 就是這樣 今天說到這裡 不過又是那些 深呼一下 深呼一下 兩大拆彈 中國經濟兩大拆彈 那其實也有方法的 這個積壓的樓盤 給一些 額飄著 這樣的意思 這樣 經濟可以集中轉逆 可以聚賣 一些人容易一些 地方債 等消到地方 那些脂肪差不多 就可以自換成國債 這樣就搞定了 就是這樣 這個方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另外呢 就是這個 新能源車 依然是強勁的 這個銷售 在內地 那香港呢 就是這個 正在賺錢的方法 就是 這也是合情合理的看法 因為其實這個金融的 資本的尺寸 那些人 都是在增長的 都是活躍的 就是這樣 沒錯 而且這次 連這個穩柳招數 都跟大家說了 以致香港有多好 A軍都數白了 都數了出來 所以大家 一定要記住 港理堂 正所謂有港理堂 無窮人 好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